现在这些组队的真是眼都不带眼一下的 我本来还想着一颗雷把假错误的这个人给解决了 当时谁又能猜到这房地上竟然还有两个人 我本来还以为这三个是一伙的 直到我看了一下对面的视角 他旁边的那个人一是二话没说就把假错误的这个人给淘汰了 然后眼都不带眼一下的就过来舔盒子了 我也是二话没说就送他一个举报 没想到他竟然相真心的点了一下头 气死我了 气得我第二把才拿了两个淘汰就被别人打出了园林 本来是想偷袭这个人的 但是没想到一碰子竟然没打掉 然后 就被这个人来了一个回手套 从我还没反应过来 血条就没了 然后再跑到羊来给我一个大跳 我就这样被打出园林了 先冷静一下 落地先控车 然后开车去附近也去发育一下 现在发育的差不多了 经过鼓上的时候也是看见外面停了一辆老爷车 我现在该有的装备都已经差不多有了 就想着停车和他切磋一下 但是没想到这个人竟然一直隔着和我拉扯 我也是二话没说就甩了一颗顺帽来过去 这颗雷应该是把他给炸弹了 然后他就看着我的烈火战车跑掉了 跑路的同时还摁了两下喇叭来挑衅我 这我啥时候是我这种憋屈啊 于是我就看着新款的烈火战车过去追他 没想到更欺人的来了 我都看着绕了大半个地图了 我都不知道这小子跑哪去了 你就只能在这个无辜的小红身上杀杀气了 打掉这个人之后 没想到拐弯的时候 又让我带到了一个小红 没想到这只小红还是有点技术的 上来就给我整了一个切磋换位 别打我 大哥 这边是让我打到了这只小红换车的时间 直接跳车一个腰手就把他带走了 打掉这个人之后 我手机是来电话了 本来是想躲在这个车后面接电话的 但是没想到这个时候竟然又来车了 吓得我直接把电话给挂掉了 还有这个小子开车的时候喝酒了 上来直接就把小红给干翻了 打掉这个人之后 我就想着把电话给打回去 但是没想到这个时候竟然又来车了 这是没完没了了 直到我上来看了一下 啊 这不是偷我车的那小子吗 我上来直接就把他车胎给歇了 打掉这个人之后 我也是直接发现完心中的所有怒火 上车直接就用喇叭给他吹了一个百鸟嘲讽 这个圈也是对我非常的有利 帮着我的力活站到又被小黑子给偷了 我就直接把车藏在桥底下了 然后再来到桥上堵桥 因为这个堵桥的时间太漫长了 我就看了一眼神仙打击啊 这个飞机也太不给力了吧 上来就炸掉了 现在也是说毒了 这些狗风还不过桥吗 好家伙上来就给我来了一个冒烟的车 这些狗风的真的是不说毒不过桥呀 打掉这个人之后 后面又来了个吉普 他们也就只能等说毒了 才敢大胆放心的过桥 补掉这个人之后 我也就直接进圈了 没想到去中心的这个房秀就已经有人在打架了 我本来是想偷偷的过去去架的 没想到竟然被发现了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我也就只能硬在头皮上了 我去上来就把我打残了 而且他还吃了我一喷 本来是想走个地方打药的 没想到竟然和前面的打起来了 看见他被打倒了 我就直接上去把人头给抢了 气得这个小子冲进来就要揍我 但是他可能忘了现在的喷子才是白本之子呀 我去喷子还是太强了 又是来去里面沾个点的时间 直接让我拜拜的减下两个淘汰 不对是三个 刚刚打药的时候一直听见水桶上面有一个落伞的声音 我这个呢一直卡好时间就撇了过去 嘿嘿嘿 没想到这个人居然还有个自救器 那就只能再掐一颗雷把他给补掉了 刚把上面这个人补掉前面房子就来车了 为这招好机会 一个前面这个人撇了一颗雷 虽然没能把他给淘汰了 但是他肯定是残血了 有血条上的优势 我是直接投诉我的大喷子就要忙他 但是没想到结果我还是大意了 他本来就已经残血了 更何况喷子打中他一枪 他竟然都不带凋血的 不靠哎呀 他喵的是铁座的吧 不靠哎呀 他喵的是铁座的吧